奥特曼八选一打三个海怕阶段 还有比这个更离谱的吗 艾斯奥特曼 初代奥特曼 泰罗奥特曼 赛文奥特曼 格力乔奥特曼 还有德凯奥特曼 闪亮 强壮 奇迹型 这么多奥特曼咱们却只能选一个 贝里兄弟们 你们觉得这八位奥特曼中我们选哪一个比较好呢 这还用多吗 奥特曼 当然是我们的奥特皇子 泰罗奥特曼 我选的话 选格力乔奥特曼 因为咱们还不知道卡槽里给的究竟是什么 我去 闪耀德凯奥特曼 你这就过分了吗 那这不赢了吗 还用玩吗 来吧 兄弟们 召唤闪闪耀德凯奥特曼 去消灭第一只海怕阶段吧 不过 兄弟们 由于咱们的植物移动是有bug的 第四无路的僵尸 闪耀德凯是打不到的 这难度也被再一次加大了 不过幸好 这一次可以掉落三张卡片 咱们第一波给了好多太打斯奥特曼 还是可以撑一会儿的 哦 今天运气不错呀 给了三个雷杰多奥特曼 德凯奥特曼的强力型也加入了战斗 但这海怕阶段不将武德呀 开始放起了冰车僵尸和贝利奥特曼 不过 问题不大 诶 德凯奥特曼奇迹型也加入战斗了 这局给的好植物不太多 不过幸好我们有玉米胖 还有雷杰多可以用来减醋 加油 这里海怕阶段放了蹦极僵尸 不过没有关系 直接给它来一发樱桃 现在咱们有这么多好植物 解决第二只应该也不是问题了 我去 这第一波居然给了究极赛罗 爽啊兄弟们 咱们损失了两个玉米炮 不过问题不大 我去 又是两个究极赛罗 那这海怕阶段一会儿就可以去度假了 哦 这都没能把它一拨干掉吗 有点可惜了 完了 吃个家伙扔车 太离谱了 我这么多究极赛罗被你一车扔死 你这根本不会玩呀 那下一波你就别想跑了 第二只海怕阶段就交给我们吧 德凯奥特曼 你四人接他攻击 哦 第二只海怕阶段成功搞定 兄弟们 再多召唤几个 傻有德凯奥特曼 OK 咱们直接开最后一个海怕阶段 嗯 这家伙为什么是个隐形的 那我岂不是跟空气斗智斗勇呢 不管了 管你隐形不隐形 迟早都得被我们干掉 这里给了两个迪达拉 非常好 咱们听他声音 让他下来 哎 对 就是这个声音 下来了 直接炸 这家伙在第四路土了个隐形的火球 不过第四路好植物并不多 问题基本不大 现在我们的奥特曼大军已经战无不胜了 那样如果再来两个究极赛罗就好了 过去还真来了 那不如再给我来几个闪有德凯奥特曼如何 这是德凯奥特曼的地闪高剑 那么德凯奥特曼的变身 闪耀形态吧 哎 等一下 我这才刚召唤完 这海发结论就死笑笑了 那是吧 八位奥特曼的海发结论的战斗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各位兄弟们 如果顺利的话 这八位奥特曼 你们可以选哪一位登场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